為了安全起見 在我們升級任何版本之前 先格式化記憶卡 讓記憶卡保持暢空的狀態 主機設定 格式化記憶卡 將我提供的程式下載 下來之後呢 直接執行它 它是字節檔 按安裝 好 那它出現這三個資料夾 分別把它都複製到記憶卡中 右鍵複製 然後到記憶卡上面 按貼上 那它會問你要不要取代 因為有相同的資料夾 那我位置都已經調整好了 所以全部都暗示取代就好了 好 好複製好了之後呢 我們把畫面 轉到我們的PSP上面 打按放好了 現在回到PSP 那你要先確認我們目前的版本 為官方的5.03 官方的版本 然後要官方的 那接下來就開始處理 第一個當然就很基礎的要先改一下我們PSP的系統語言 改用英文 再來呢 字型 改US 改好了之後呢 就開始刷圖片囉 好 那今天的用的是Speed加載的齁 Speed 3 MHU 好 就讓它跑 OK 進入了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版本 5.03 Speed 3 好 好那接下來什麼 遊戲 記憶卡 好 進入 5.03 普羅米修 OK 那看一下PSP的系統版本 普羅米修 OK 那這個是V5的版本 我現在處理了這個 好 SLED按鍵 好我現在手 右手的獅子指這邊 按下去 它再出現這一種 好 BSH選單 那其中有一項叫做 UMD ISO MOOD 這一個 正常要在M33 DRIVER 那有一些可能會在其他選項 沒有關係 就是在上面反白 按左鍵跟右鍵就可以更改它的 好 選好之後再按一下SLED 跳出來 那目前我們在普羅米修底下 我們可以把語言改為中文 好這沒有問題的 那因為我們這種屬於後期機 所以如果今天做我是全關機了 切著開關5秒鐘 全關機 開機會變回官方 所以代表你要再重新刷一次 好那如果今天是用待機的情況下面就沒有差別 切一下就下 它就變待機了 再切開 它版本還是會維持在5.03普羅米修下面 像這樣 OK 好 反正就執行 個遊戲 2 3 3 4 3 4 5 6 6 7 8 10 10 10 9 OK,那今天就到這邊